人的第六感其实是很准的,有的时候,就在冥冥之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却出了奇的准,其实这种感觉,总是在日常的与人交往中慢慢地积累下来的,有些人的一些行为,语言都会给你带来启示,但很有可能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有着自己的思想。 因此,我们都不希望被人控制,也不想要被人影响,但生活里,总是忽有人想要利用你,为了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如果一个人有这三个怪感觉,说明有人暗中操控你。 不可不知,知道了一定要及时预防,你有这种怪感觉吗? 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失去判断和怀疑能力。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基础,然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利用这种信任来控制我们,这通常会发生在那些擅长玩弄人心的人身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让我们对他们产生深深的依赖和信任,然后利用我们的信任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的上司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他总是能说出我想听的话,让我感到他非常了解我,关心我。 他经常给我一些看似高深的建议,让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 然而,在他的话语中,我逐渐感到了一种控制的力量,他开始干预我的工作方式,甚至开始评价我的个人生活,我开始对他的建议产生怀疑,但又被他的言辞所迷惑。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感到自己的判断力在下降,开始对他产生过度的依赖,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能力和个人价值。 我开始犹豫不决,总是在考虑他的意见和我自己的想法之间徘徊,这种犹豫和迷茫让我感到非常疲惫。 最终,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他的怀疑时,我知道我已经被他控制了,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并逐渐认识到他的建议并不一定都是对的。 我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我开始寻找其他同事的意见和建议,并逐渐摆脱了他的控制。 这个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当我们对别人失去怀疑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对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方式有足够的自信,不被别人所控制。 在建立人际关系时,我们需要学会识别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和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不被别人所左右。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绝对二元论 思想偏激的人常常表现出极端的思考方式,他们往往将事情推向两个极端,要么绝对地忍痛,要么绝对地否定。 这种思考方式让他们看待问题时缺乏中庸和平衡,导致他们在决策时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容易被他人操控。 一个想要控制你的人,如果发现你有这种思想偏激的特点,他们会利用你的极端思考方式来引导你。 他们可能会故意提供一些片面的信息,或者刻意曲解事实,让你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他们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思想偏激的人容易被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也不会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们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只要稍微受到一点引导,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思想偏激的倾向,那么你需要小心了,你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分析问题的多方面性,避免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 同时,你也需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不要轻易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成为别人的工具,真正地掌控自己的思想和人生。 脑中有大量的错误固化观点,思想偏执的人往往表现出极端的固执。 他们对于自己的观点和选择非常坚定,不会轻易听取他人的意见,这种态度让他们很难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则是有问题的。 情商是衡量一个人社交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思想偏执的人往往情商较低,因为他们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心,由于缺乏情商,他们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使得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往往紧张和不稳定。 身边的人往往会利用思想偏执者的这种弱点来控制他们。 这些人可能会故意误导或欺骗思想偏执者,让他们相信某些不正确的事情或做出不理智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会对思想偏执者的生活和未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让他们陷入困境。 例如,一些人可能会利用思想偏执者对某种事情的强烈信仰或情感来操纵他们,他们可能会故意提供错误的信息或误导性的建议,让思想偏执者做出错误的决策,这些决策可能会让他们的财务状况贬得不稳定,或者让他们陷入不健康的情感关系中。 因此,对于思想偏执者来说,提高自己的情商和保持对事物的客观性和理性思考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理解他人的观点,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交流,避免被他人利用和控制。 每个人都有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是人类天生的本性,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想法、观点和决策,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益的。 比如,在决策和自我激励方面,然而,如果过度以自我为中心,就可能导致我们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们的潜意识会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产生过度的自信。 这种自信,有时会让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甚至可能让我们无法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进步,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此,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改进是非常重要的。 这需要我们有开放的心态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寻找改进的方法。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实现自我成长和进步。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人想要利用我们,操控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情况。 当我们失去对他人的怀疑,陷入二元思维和固执己见时,就容易被他人控制。 因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要学会分析问题的多方面性,做出理性的决策。 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高情商,学会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以免被他人的利益所左右。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对自己和他人的客观态度,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接受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主动寻求改进的方法,才能不断成长和进步。 总之,面对潜在的操控和影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被他人左右。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